對 當牙醫師 你開始去接觸這些公共事務 但你畢竟是在民間 民間你手上能夠有的資源 能夠去推動的改革 畢竟還是有限 我們接下來就講到說 當你有機緣 能夠進入到了政府 體制裡面來做事的時候 你掌握到的工具更多了 對 人家以前 你沒有辦法體會 你要講說人在工門好修行 確實我到政府的體系 就有這個感覺 但是那個挑戰又更大了 那挑戰就更大了 因為你能夠回旋的空間 變得比較小 因為你的權力大 權力大 然後你回旋空間小 所以你在做決定的時候 要很謹慎 因為你做得對 好的事情很大 你一旦做錯 壞的事情變很大 所以要非常的謹慎 第一次進入的政府體系 是在2005年 他接任了衛生署的副組長 直到了2008年政黨輪替 他回到了民間診所 繼續當牙醫 而在過了八年之後 政黨再度輪替 很多人以為陳時中助選有功 肯定是衛福部長的 當然人選 不過他是在小英總統就任八個月之後 他才接任 我想從剛剛麥克風的情況就知道 事實上是困難的路 那我懷著戒症恐懼的心情上台 那時候陳副總就是說 他現在在處理一些事情 就遇到一些困難 他會跟我講說 那時候選贏的時候 你來不來我都沒意見 我就跟你準備 準備準備就是了 現在回到一些困難 大家就會來做事情 那你如果不來就沒意見 這樣就是情緒勒索 就是說你不要錦上天花無所謂 但是 對啦 又有味道 那雪中送炭啦 是不是 對 來幫忙 所以這跟 他很聊你的個性 對 就抓到你的個性 對 這是我的 也是我自己很大的一個弱點 弱點 所以你部長上任的時候 你說戰士寧願戰死殺場 也不要抑鬱已終 對不對 對 責任來你就扛了嘛 對不對 對 那時候來做的時候 也抱著很大的一個決心 結果我跟你講說 我本來並不想 並不想再做了 既然惹了這個塵埃 那就應該要有所為 我就對自己也對不起 所以才會講那樣的話 就表示我願意承擔 那我為了事情的進步 我願意承擔所有的事情 不在乎說任期的短暢 或是以後的一個評價 總是要做一個好的部長 做好的事情 寧願戰死殺場 也不要鬱已終 那希望我下台的時候 能夠帶著榮譽武漢下台 你是第一個牙醫部長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很多人一定在等著看 對 當然 我也代表 有點代表牙醫師 大家昨天認為到底 牙醫師有沒有能力 來承擔這樣的一個重責 的大任 那也有很多人質疑我嘛 那時候我去了 與國民黨的委員 也都質疑我 一樣的 一樣的情況 說 你敢辦 你牙醫師 你敢辦 應該至少 在哪一個縣市 或是哪一個行政區 讓民眾能安心 而不是現在很多的訊息 非常模糊 真的會安心嗎 基改食品 當時我們修法的時候 就把它列入強制標示 基改食品可以做到 為什麼售金做不到 部長 基改就是它 基改嘛 收入金是已經開放了 那是美牛 今天豬肉 大家談的是豬肉 在牛肉跟在豬肉 對人體的效應是一樣的 部長 我不要跟你口水 你有辦法在40天內 到貨這個800萬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們在努力 不能說在努力啦 一定要達到 你這樣講又沒道理 你要就我們給你一個 你再努力 然後你又對孫牧師又懷疑 那我講前面的到貨努力 那部長你不可以這樣子污蔑我 我不是懷疑 我是要合理的希望你告訴我 互相在矛盾嘛 我那時候都一樣跟他們講 就是說你不 不管你哪一科的植醫師也好 或哪一科的人 沒有人打航龍板 對不對 那一個就是 你會不會用之用人 對不對 你會不會做管理 對 這夠的話就夠了 夠不夠虛心誠懇 在衛福部長 本來有可能是你的公子生涯當中 你認為啦 這應該是最後一個職務了 對 對不對 我結束了這個任務之後 我應該回歸我的家庭的 陪陪夫人 陪陪愛子 所以在卸任之前 你應該是這樣的想法了嗎 其實一直沒有碰到 卸任的機會啊 這次真的是沒有碰到 卸任的機會 來就跟著救疫情嘛 跟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很有可能會進到第三期 所以疫情是非常的嚴峻 那疫情後半段 大家就有人在吵著說 我是不是會出來選 那時候就有這樣的一個 降法很多嘛 我那時候也強調就是說 要疫情要看到曙光 如果我要選的話 那我要看到曙光 那這裡面對我來講也是一樣 那總統認為就是說 那你這個時候台北 這麼久來大家都覺得 有進步的空間 那你的聲望跟能力都還不錯 你應該有辦法把事情做好 是 那這時候就希望你出來 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來臨 我們需要提出新的地方治理團隊 來應應各種新的挑戰 雙北自然是我們後疫情時代裡面 非常重要的兩大自家市 首先我要宣布 徵召陳時中同志參選台北市長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台北市民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台北市民 現在最想問你的是什麼問題 又或者是說 在你選上台北市長之前 你要解決你的選民 對你的某一些的疑慮 能夠解決這些疑慮 他才願意把票投給你 我是決定這樣 我自己決定對我的事就是 我就是一方面跟我的選民 擲感情 會了解我的性情 我的性情是什麼 我也不太想要太隱瞞 我的一個性情 因為畢竟將來 我跟市民的距離是要近的 他們要了解我的性情 第二我要用我的證件 去爭取他們的一個認同 讓他相信說我做得到 不想說玩得花招太多 有人就覺得說 現在有人常常講那個人設 我覺得那個很窄的 那個說這些人是 說這種東西會說得真愛 請問有衛生紙嗎 就是這一段找網紅拍廣告 提倡公廁裝免治馬桶 陳時中從廁所隔間上方 探頭打招呼 這個畫面設計 讓影片火速下架 其實我的人說 我這裡面玩的事情很多 玩的事情 那裡面就是很單純的 第一個就是說 我想要推動運動 我要了解青少年做什麼的運動 他們有什麼 他們覺得在運動或在玩的部分 他們所需要政府 給他們的支持是什麼 我要知道說 有一些人 但我們平常我們不躺 自己做過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人 好像我那時候去雞肉 我是 大家都是市民 對 他們有他們的需要 那政府照顧是全面的 不是說我今天說 我只照顧這樣的人 這種人不照顧 我照顧綠的 難得不照顧 白白的我特別不喜歡 當市長不能這樣子 對 縱使我知道是沒有我的選票 但是我的態度上 我的施政上 或者我的政策面上 都不能有這樣的一個偏埔 都要全面 所以我那個人 他說我人設 有人說我人設一直在變 我就不知道說 那個是我真正的我 你怎麼會知道說 我真正的我是怎麼樣 你說我在變 沒有啊 我就是在表現 我真正的我而已啊 OK 好 那我們就來聽聽看 台北市民最想問 阿中部長的是什麼問題 你剛剛有猜到一題喔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我會想要當台北市長 他當時長說他對台北的規劃 會是什麼樣子 為什麼要在台北市裝那些 免治馬桶 為什麼要發廁所錢 疫苗吧 錢嘛 雖說是只有買了很多 政府買了很多 其實來預算 他花了那麼多錢 其實沒用那麼多錢 疫苗到底是多少錢 為什麼沒有辦法說跟人民 就是都對我們交代一下 疫苗單案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封城30年 他有沒有高端的股票 因為高端感覺很賺 陳時中你什麼時候要來 我們夜市裡面 幫我們看一看 促進我們的那個經濟 有沒有發展一點好一點的 懂不懂 那你什麼時候要來 我們一定會歡迎你 陳時中你市正能夠做得 跟防疫營養好嗎 阿中部長 疫情期間辛苦了 加油喔 好 部長 你剛剛有猜中一個命題 其實這個我們在街頭上面 隨機訪問 其中大概很多人是關心 疫苗採購的問題 慈濟執行長稱 去年買BNT 有政商人士試圖阻攔採購 甚至後來買到 但運送的布條上有復必泰 沒有拆掉 政府就不收 不拆的話 他就不會收 這些細節是我們不清楚 所以沒有擋過 沒有叫他們拆布條 我剛剛沒有擋過 疫苗中來了 等不到疫苗的民眾 還有想要幫忙買疫苗 卻被阻擋的磁吸 才是真的感到心寒吧 陳時中竟然用心冷 來掩飾他的心虛 台北市如果能買 我們當然自己買 可是他的公文顯得很清楚 他買了 要他統一調路 也許是我們過度相信 陳時中的吧 現在看起來是 當時我們應該 真的不能相信你們的 我不可能去擋疫苗 謝謝 我們現在可以擋疫苗的人 腦子有問題 當然啊 這麼簡單的道理 所以你這樣就比他們說 你這樣就好留意 你說我在擋疫苗 我本來在吵鬧 疫苗如果沒這個 誰人這場最高的 就是我 這個我這場最高的 我講的那個 那是笑的 你看看我有笑的 所以我一直就是 會說你擋疫苗 之後人家要聽說 我好讓那個時刻 請沒做這個吧 本來是說講話要去告的 那知道到底是誰賭詞 這到法院 大家還可以見一下真章 覺得也真的是 覺得讓人家看 聽得也很傷心 我跟我的家人 沒有任何一張高端的股票 那如果以高端 他現在賺不賺錢 高端現在賠很多 高端現在賠很多 因為他現在限定在 台灣這樣的一個市場 一個疫苗 單一的市場 五百萬劑 他一定是賠很多的 可是他還是有 他的前瞻性 WHO會不會認可 是 這在最最後的一個 審查的階段 是 第二個 疫苗購買的錢 就是在政府裡面 他是層層被管制的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批的就算了 我們有事務官 一層一層上來 到我 到行政院 到我們相關的這些 主機的單位 公共工程的單位 合約怎麼簽 我們有聘請 外聘的律事站 整體都一個嚴謹的 一個方式在做 全國的 其實都 在看這個東西 是 然後第三講說 為什麼要封存三十年呢 對 分明是一種誤解 就是說 我們這裡面 當然就是 這一次某候選 不斷在講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我們這個公文 購買疫苗的公文 我們在公文的分類 列為密等 然後後面有一個保存 連線 這是所有的公文裡面有的 有些密等就沒有密等 那這個跟國家機密保護法 那種的機密是不一樣的 那個叫做封存 我們這是保存 那什麼東西會我們列為密 我們一般公文再往 像有一些機密的 譬如跟中國往來 什麼什麼 那個會列為是機密 那是國家機密保護法 所保護的 我們這會列密是什麼 就是跟錢有關的 因為我這都不能讓它 泄露出去 要不然對招標的廠商 就不公平 甚至有土利很多的問題 是 那疫苗的採購 因為它牽涉到價格 這一定會被我們列為是密 那這是沒有問題 我想作為一個 這個市長的參選人 候選人就是 面對所有市民的提問跟疑慮 就是我們把它說清楚 講明白 讓市民最後可以做出 最後他們的判斷跟決定 對 部長你剛才提到的 就是杜耕的部分 尤其是最近 剛剛發生的大地震 台北市有很多很多 老舊的房屋公寓 專家也提出警告了 如果直下行的發生在 台北盆地的話 那個傷亡數字 以及房屋倒塌的數量 是難以想像的 對 這個部分您有什麼看法 對 所以在這裡面 在災害 災害學上面 其實跟我們防疫學一樣 就剛剛有疫情起來 或現在還剛剛發生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花再多的錢都要去做 可是過了一陣子以後 大家就忘了 所以我在八月十幾號 我提出都更的政策 我就把整體對台北市 未來的都市的更新 就很清楚把它分做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說 我們一個危險住宅的都更 我要用公辦的都更去做 公權力接觸更多 那個時候不是說災害發生 我們才想到這事情 那我也很怕 就像都更這種事情的話 其實這個在這次發生 那災害不算大 希望給大家帶來更多的警惕 對 怎麼樣跟政府配合 趕快把這些 災害給它能夠重新改 以市政府的角度 我們願意花更多的錢 更多的力量 來做這件事情 這天一大早 前副總統陳建仁 帶著陳時中 回到了當年他受洗的教堂 很多人不知道 陳建仁他的青春回憶 都在設置到 我住的家 也是我爸爸提供 保持這裡的家比較小 我買一間家 這間家 兩棧樓 但是我家住七八年 所以說 連陽台也要擴充出去 我結婚的時候 就是用那些清房 漏漏的時候 還會吃水 兩個人沿著沿兵北路 一路往北走 經過了陳建仁 當年結婚時住的房子 他們邊走邊聊 最後來到了這兩河交會 眼前壯闊的美景 恐怕是很多台北人都不知道的 台北市沒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覺得以前從陽明山看下來 很漂亮 兩個河流的交會 台北市確實在 最近的20幾年來 有相當多的評論 作為台北市的市民 那我覺得台北市民 值得一個更好的未來 跟更好的願景 我們需要有一個很好的市長 才能夠有辦法 讓台北市有所改變 你不再孤獨 這道痠癡 我一定站出來 陪你做會 皮膚防疫的指揮官是屬屬的 因為他需要面臨 很多很多的抉擇 這件事情需要有 你們來陪伴 在這一條改革的領域上 我們要一起前行 那所以我覺得 如果時鐘他願意承擔這個責任 大家也在幫他 所以我覺得 作為台北市民 我也要幫他 一定要幫助 幫助 幫你 在這邊的 如果你當選了台北市長 你會成為一個 什麼樣的首都市長 你對於台北市的建設籃圖 是一個什麼樣子 我是一個改變行業的人 一個我們行業帶來的尊嚴 跟他的一個成就 對台北市也一樣 我會改變台北 我會讓它變成是一個 國際的都市 那我會讓它變成是一個 文化的都市 我會讓它變成是一個衛生的 我會讓它變成是一個美觀的 我們的山河我們都會弄 那目標都很大 我們從都更看S來做 然後我們的福利政策 會讓我們的青年人 願意留下來 那然後我們的街坑經濟 跟我們的宮廟的文化 串聯起來 然後讓台北更留得住 觀光客 也可以留得住更多的人 等等的都是我 未來的目標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 跟妳談 祕快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